要说最近焦头烂额的明星 汪小飞可以算是一个了 在家庭方面 她终于脱离恋爱脑起诉大S 并晒出了对方的支付账单 但依然是起诉失败 在事业方面 麻六计的直播运营团队 直接走了二十几个人 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雪上加霜的事 前运营孟赫又以张兰拖欠他们工资为由 在媒体上曝光张兰 称那些钱都是自己垫付的 意图揭开张兰拖欠工资的丑陋面目 虽然汪小飞在面对SE加10经常情绪失控 但是在其他时候 她基本还是很在乎自己的事业的 针对孟赫这样的行为 麻六计直接发布了严正声明 声明中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麻六计提起了 孟赫曾经因为在直播间私自卖其他产品 然后给汪小飞协简讨书的事情 有图有真相 应该不是假的 其次则是麻六计当时 为了培养孟赫这个直播团队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 财力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麻六计就给孟赫的团队支付了 一千多万的巨额用金 而双方不合作的主要原因 则是双方的经营理念不同 孟赫团队太过追求利益 而麻六计更在乎品牌 所以对产品更追求精益求精 麻六计在河南洪水 以及四川甘孜州卢定县 6.8级地震的时候 光钱就捐了100万元 还有酸辣粉以及重庆小面若干 麻六计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自己前期一千多万都支付了 就连捐款都一百万呢 怎么会欠着你90多万的工资 而且按照孟赫说的 自己已经掌握了所有的证据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申请劳动仲裁 而是选择在互联网上闹开来 对于麻六计的声明 孟赫这边也是不甘示弱 紧接着就曝光了 自己当初和汪小飞的聊天记录 从语音可以听出 确实是汪小飞的声音 而汪小飞在骂自己母亲张兰 录音中的内容主要包括 她脑子有病天天的 她自己爱立什么人设 立什么人设 张兰不许带咱麻六计任何一个东西 自己的母亲在前方努力直播 即使被很多人骂蹭热度 也是用一些心灵鸡汤来化解 但没想到汪小飞居然在背后 虽然可以当着外人的面 这样说自己的母亲 这一点确实是汪小飞做的不对 除此之外 孟赫居然还给汪小飞放话 如果汪小飞再说什么不该说的 或者做什么不该做的 她就曝光张盈盈与汪小飞的事情 对此有网友表示 这样的做法太龌龊了 不仅吃力爬外 借着麻六计的名头 卖别的产品赚钱 拿了高薪离职还要辱骂钱东家 一点也不体面 更有人表示孟赫这样的行为 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后可能不仅得不到该有的流量 还会遭到很多人的唾骂 因为这样的行为 对张兰母子和麻六计伤害并不大 但对孟赫而言则要危险很多 一方面是张兰母子 带着麻六计走到今天这一步 除了靠一些新闻吸眼球引流量之外 最主要的原因是 人家的酸辣粉 以及背后的工厂确实做得好 一时的流量只是一个入口 但如果食品不行 依然会被骂得更惨 但张兰母子经历了315检查事件后 还在卖酸辣粉 而且有很多人买 说明他们的食品本身没有问题 后续孟赫还放话要报张颖颖的料 这就是摆明了要撕破脸了 而陆平事件本身 就说明孟赫平时就是一个 对老板防备心很强的人 就亲儿子吐槽 亲妈几句口无遮拦的话 都要保存下来 说不准什么时候能用上 但孟赫本来就是 麻六计直播间带出来的人 如果没有麻六计这个品牌做背书 他又没有自己的牌子 直播势必要为别的品牌带火 但问题的关键是 这样一个无法保护老板隐私权的员工 哪个品牌会想要跟他合作 毕竟合作的风险还是挺大的 不过孟赫应该也没有料到 最后事情的走向居然会是这样 本来拖欠工资走法律程序就可以 如今以这样的方式想搞臭钱东家 从有礼方变成无礼方 实在不值得呀 除非这90万本身就因为 他自己的问题要不到才出此下策 网友们怎么认为呢